早安 今天是2024年2月8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唐明资本董事曾启邦 跟我谈海韻佩尼开市 Rex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今天就看看恒指反弹了一会儿 究竟是否16400点是个顶 是的 一会儿我们一起留意着 还有今天九点半的时候 羽毛意外内地就会公布通胀数据 市场预期就会继续通缩 还有通缩的数据是会扩大 一会儿我们都会跟你跟进的数据 还有Rex 都会做一个即市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面讲低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市况 美股做好的标志逼近5000点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后持续做好 道指最多升226点 收市升幅收到156点 收报38677点 今年来第10次创出历史新高 纳指收市升147点 升幅跑赢大市升0.9% 收报15756点 标志向上 收市升40点 升幅0.8% 收报4995点 亦是历史高位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回吐1% 欧洲股市是向下的 焦点科技股方面 Meta星期二回吐后 昨天再升3% Tesla升1% 另外就是苹果一度 从上190美元流上的收市变度 跌3.4%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家科网股 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要各别发展 网易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百群之一 折合166.31 阿里巴巴业绩之后要向下 折合港股是比本港收市低 4%左右 折合71.98 汇控比本港收市略高 折合62.48 比亚迪也比本港收市略高 两大亚泰区外围的最新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升超过200点 升234点 最新报363354点 首义终合指数升10点 2619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28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近71点 和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 最新情况是跌近55点 恒指在160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盘会和大家跟进 看看外围的市况 美股上是做好 标指和道指再创历史新高 标指进一步逼近5000点 14个星期以内就升了21% 不同官员就发表言论 市场焦点继续在息口走势上 不过有一点值得大家关注 就是纽约社区银行 NYCB 上星期公布业绩大减派息 并且大幅增加贷款损失的拨地 去支付与商业房地产相关的不良贷款 令市场关注商业房地产的前景 目的最新是下调了 这间银行的信用评级 去到垃圾级别 有将银行的长期发行人评级 下调两级去到BA2 原因是他们在纽约办公室 和多户住宅物业以外出现亏损 等等的因素 最值得留意的是 不排除再下调的评级 昨天股价一度跌14% 不过之后公司发声明 说会改革管理层 收市转升6% 有关这个情况 就是美国财长耶伦也说到 其实现在多项因素结合 令到商业房地产面对很大的压力 包括加息 以及现在多了人用Home Office的形式来办公 都令到商业房地产的价格受压 但他说了一句 因为事件仍然可控 这就是大家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 因为记得去年3月 就是那些地区银行爆煲 就拖累了市场的气氛 现在有两个背景 第一就是美股已经是历史高位 汇跳压力越来越大 第二就是 之前大家对商业房地产 也是一个忧虑 但现在最新推出了纽约社区银行 它就公布了一个业绩 真的大幅减排息 以及目的就立即下调了它的评级 也令到市场再次关注 商业房地产市场的前景 Rex 你怎样判断最新的情况 有没有机会因为商业房地产的价格 出现一个比市场预期大的下调 而触发一个较大幅度 美股的回调 我想美股会不会回调呢 我就想看它升到多高 看看哪个位置才开始回调 如果你说美股来说 我自己觉得会回调 但是未必是今晚或者这个位置开始回调 如果你说美股 我觉得它现在很明显是势如破竹 什么坏消息暂时都先放在一边 然后可能到一些位置才开始有人沽货 或者才开始回调 我自己看应该大家都劍指着齐头关口 就是导致4万点的 所以我不排除就是说 可能会不会先到那些位置 然后之后就可能再说 可能会放慢减息的步伐 又或者再拿这些东西出来 当然刚才说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看4万点才是目标 不排除到4万点之后回调 就拿这些出来做原因 如果你说会不会引发到一个很大的跌幅 就是会不会说这些地区银行 引发到一些系统性风险 我觉得不会的 因为其实刚刚说 Wendy 你刚才也有说过 其实上年试过的 最后就跌了一下 纯粹调整而已 之后就没事 现在的情况可能也是一样 就是可能局部某些银行 可能是的确可能财困 或者很辛苦 但是不影响到外面 实际的整个整体的经济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 到时会借小调整一下 我觉得OK的 拿这个借口 但是不会说跌得很深 所以这个就是暂时 如果你说地区性银行 除非它扩散到 你说连普通传统银行 就是可能甚至再大一点的银行 因为你看到花旗的出业职 也有刷银行 除非扩散到外面再大一点的银行 也有事 如果不是我觉得不需要过分担心 纯粹一个消息 可能调整几天之后又没事 这个就是之前得出的经验 还有耶伦也有说过 昨晚说虽然发生这些事故 但是它觉得风险仍然可控 所以他们现在都盯着 如果有什么事都会出 会管理市场的期望 所以暂时我觉得 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是的 去年的市况就是 担心地区银行爆煲的风险 第一就是股市有一个下调 第二就是看到美国政府 其实很紧张 很快就出手救 那么今年的背景就更加是大选年 我想对着这些情况 他们会更加敏感 不过历史是否完全重复地重演 大家再要观察住 不过Rex刚才说到 除了地区银行这个问题之外 他们譬如看图 或者他的系统都说到 现在去到这些历史的位置 都引发一个回调的机会 都是不小的 或者你刚才说到 那四万点是一个你的参考位 或者回调到什么水平 你们的系统有没有一个指标给你们 如果你说指数方面的回调 我们其实就可以参考我们所谓的牛红分界线 如果你说道指来说 因为我们其实有个电脑系统在看着 有个AI在看着 究竟道指下面的支持位会在哪 那现在那条线 其实每天都在上来的 就是一直拉上来的 那现在我们计算到的位置就是36964 36964 就是你当37000 那现在大概高了接近2000点 那我当你升了那1000点上到40,000 再下来 那就是你当下一次的波段 就会在37,000到40,000点之间 那就来回一会 不排除 所以担心的是 如果你近40,000点才买货 你怕被它夹10% 是 是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上日港股的市况 一会儿听一下REX说 系统有什么说 好 恒生指数 港股昨天是先升后跌的 内地加大力度去支持股市 A股是第二天急弹的 恒指昨天也是高开145点的 升穿50天线 最多是升271点 高位见过16408点 不过收市要到跌54点 收报160081点 国指跌近1% 收报5421点 科指跌1.6% 收报3190点 大市全日成交维持在1000亿流上 有1036亿 阿里公布业绩前先升后跌 收市跌1% 中心的毛利率大幅收窄 收市要跌近8% 北水再次由淨流出 转为淨流入 昨天的金额有23亿5000万 淨流入最多的是中国移动 有2亿8千万 神华有2亿4千万 中行和农行分别有2亿3千万 北水淨流入 看看淨流出方面的数据 腾讯有4亿6千万 北水淨流出 急跌8%的中心 有1亿元的北水淨流出 和Rex谈谈 第一件事就是 正当内地近日多个部位出手 入市撑A股之際 昨天突然传出中证监 会有人事变动 新拿社报道 原中证监兼主席 亦会满被免职 由中证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背景的 上海市委副书记吴清接任 内地媒体有很多背景资料 综合他们的报道 新上任的吴清 具备中证监系统背景 作风强硬 一度被行业称为 劝商徒夫 对违规行为零容忍 昨天他已经去到北京办公室里职了 指数走势上 A股日继续做好 上证指数从上2800点上 深证指数再升3% 但是港股方面先升后回 50天线就见到阻力了 好 你或者你们的系统 如何评估恒指现在的走势 未来会在什么区间上流 恒新指数反弹 从来都是靠一样的 就是旧消息 刚刚这几天说过 会金入市 想买一些股票 托回指数上去 上证 其实之前 在说上星期五 就是说一个星期之前 其实曾经穿过2700点的陈景 然后临收市就拉回上去 最后半个小时是V型的上去 对 伸延到今个星期初 然后他也继续做这个动作 然后再出会金入市 将指数在尖端位 拉回上来 暂时脱离了最低点 即是脱离了危险期线 但是是否等于见底 之后就没事了 牛市呢 或者去到高点 我又觉得还未是 为什么呢 因为恒新指数 其实你看回昨天 最高点是大概16400点 然后之后 画面中看到的 就是那条蓝色线搭着的 然后跟着 就无以为计 倒下 昨天就出现了一支音竹 其实如果你看回 这个16400是什么位 这个位置 其实又是我们系统里面 其中一个牛红分界线位 即是你那支竹 要站在这个位置 才叫做进入牛区 而刚刚在画面中展示这幅图 过去这半年 OK 如果你的顶部连住 其实是有这么多次 教肆消息也好 是升不穿这个下降轨的 亦都是被这条线押住 可以这么说 所以如果 我们就这样用电脑分析 就是说 如果不升穿这个位置16400 其实都仍然 那么我们开始 这些订阅 就是我们的一个 照片 这些订阅 这些订阅 就是说 在这些订阅